來 主持人怎麼樣看 未來這個藍白河 到底是柯文哲 真的去配合侯友宜 還是郭董會去跟柯文哲兩個人 來見面聊合作 這個資深媒體人唐湘龍 他是這樣講 他說郭台銘沒有被國民黨徵召 反而有利於民眾黨 他是怎麼樣講 他說因為郭董沒有被徵召的話 就是柯文哲的大力多 其實有點像剛才 玉珍委員的分析 因為喜歡郭董的支持者 其實大部分這些支持者 跟喜歡柯P的兩個人 是有重疊的 所以他就說對柯來講 柯現在可能很開心 柯應該要加工苦這樣 那柯文哲現在心裡是不是在偷笑 這樣剛好 你們沒有提名郭董 這樣我就有談判的籌碼 來跟郭董聊聊 他剛才在話一句 你還在說什麼 叫郭董這次比較喝奶 後來他 這次又是你騙了 又是你騙郭董 這剛才是你騙郭董的 不是 郭董現在七十桶 七十五 還四年來就要八十 以外是要叫他一單二零二八嗎 沒有啦 那也是八十要做 不要一直騙下去 已經騙兩次還要騙三次 不是騙啦 建議啦 這次建議 這個郭董如果演變作為了 郭台銘是選民眾黨的總統喔 那個柯董就落下來做副總統 我告訴你會贏啦 這就是高峰安的模式嘛 高峰安一開始也沒人說他的條 老公說 怎麼真的市長在高峰安 老公說啦 最要變作國民黨自己邊緣化 那些郭友宜現在的形有像那個市長的 你說林庚人嗎 對 林庚人 有點像 好好做事情 我好做到最後都做不到 最後真的好好做市長了 這裡面有堅持幾個問題喔 其實如果啦 郭柯佩成形 郭是總統 大家看他們的年紀 這會通嘛 郭台銘這次選總統 柯文哲做副總統 四年要 因為柯文哲給我一歲嘛 他四十八年出的 現在才六十四歲而已 四年後六十七八歲 選總統還算年輕啊 選總統這樣不算老嘛 而且我們相信 萬一郭台銘真的當了總統 我跟你說 他成立人嘛 很適合那個國民黨 很多條阿卡的口味啦 我不要說怎麼安排 我整個都跑掉 再來喔 郭友宜這次的初選得罪了 尤其是朱立倫無大無二講 那個牛鬼蛇神 這太傷人家的心了 欸 在國館市這裡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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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雖然形象不說很好 但是 老實說都 郭民眾很西東的那個 本、本土派 本土票就是在指他們這些人啊 每個縣制都有 你港公到牛鬼蛇神 這都牛鬼蛇神 對不對 啊 你注意聽喔 如果侯友宜把 這一批人都已經掌握不到 而且往那個 郭台銘這邊靠 郭民眾就扛掉了 他的台灣國民黨的票就沒有了 這更加不要說 其實那個民調齁 我們看到侯友宜的民調 好像都還蠻高的齁 我跟你說 那有點虛假 我問一下 他的都全民調嘛 郭民眾也做全民調 全民調齁 你選民裡面 10個字就是4個5個是民進黨嘛 尊貌過半數也有3成4成 那些人 在這個你答覆民調來 都會講侯友宜 這個就是為什麼雲林縣的那個議長會說 這個我還沒了 因為民進黨民調會比較輕鬆 支持侯友宜 所以他民調會比較高 但真的倒出來 有民調就是沒有選票 這樣說 所以他的民調有點空 如果柯文哲加那個 郭台銘加柯文哲 我告訴你 你看韓粉的瓦來 外星票 都跑來 那個柯粉 柯粉就是本來就是 柯粉有很多年輕的選票 對... 再來就是 再加上鍋粉 三大粉 這不得了 這聲勢好大 再來還有兩種票是 臨時會倒過來這邊 本來不一定會倒什麼 這就是我常在說 因為這幾年全世界都一樣 經濟起伏就很不好啦 戰爭什麼 無價器啦 頻率差去拉大 所以一些經濟堵爛票 本來就在那邊等 反正我就要反對執政黨就好了 所以不是 不一定是反對民進黨 誰執政我就反對誰 這種譬如 再來 藍營的青年票 這個都會往這邊靠的 可能比較高 往郭柯沛的可能性最高 所以他有可能做的總統 這賴清德嘛 怕不怕 所以現在出來要少罵侯友宜 這個少罵侯友宜 那個民進黨才有機會